你想說,老師我要怎麼全部抓呢? 我們來拿這個來改 那改的方法跟各位講 第一個的話,我們知道說 它這個A1是第一回 那A2是第二回 一直到 A的120吧 所以我知道說這個數字會改變 有沒有 那雖然說,跟各位講一下 雖然說它這個 看起來是一個數字 不過呢,在這一段的語法裡面 因為前後有雙引號 所以這個A1 其實是這個一串,這個叫文字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雙引號的話 表示它是一個文字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個A 放到裡面,那你將來要變一個文字 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那怎麼放? 首先第一個 請你在 需要變化的上面 Enter一下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打一個回圈 回圈的 這個敵方法很簡單 就是for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for的話 換一下 沒有沒電 再來的話就是 Enter上面一行 然後打一個for 後面的話呢 加一個變數叫i 也就是將來這個i的詞 會在1到120之間變動 所以for i 後面加一個in-range in-range就是它的範圍 哪個範圍 我第一個出現的話必須要在哪裡開頭 它會提示,不過不管 從1開始,第一個參數是1 夠點,後面的話 你要到哪個數字結束 特別是結束的話 它是不執行的 所以不是120,記得是121 也就是說它跳到121停下來 它不輸出 所以如果你要1到120的話 你就打一個4 i-in-range 後面就是1-121 冒號就可以了 冒號表示你要執行的動作 接下來的話 請你把下面兩行放到4回圈裡面 什麼叫裡面 記得喔,在Python裡面 如果它在回圈裡面 記得按個TAB 選取這兩行按個TAB鍵 TAB鍵是什麼意思呢 表示說它是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把這個地方改一下 怎麼改 把這個i串到1的位置 因為它要變 怎麼變喔 特別注意,請你第一步 先打兩個雙引號 先把1選起來 兩個雙引號 其實你打一個雙引號 它好像兩個都出現 二的話 請你在裡面 增加一個加加 意思就是說 把i串在裡面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把這個i放 直接放這裡的話 程式會出錯 為什麼出錯呢 因為這個i將來 會出現的是一個數字 可是呢 你這一串跟這一串 它基本上是一個文字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就再加一個str 把它刮補一下 意思就是說 這個str的函數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這個i裡面的數字 轉換成文字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跟前後串在一起的話 你放個數字它不接受 所以呢 請你幫我加一個這個之後 它就前後幫你加雙引號 它就變成1 然後串在裡面之後變 A1.tst 那這樣的話 它就說 我知道 我幫你先抓第一個檔案 OK 那抓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 就是把它怎樣 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串的話 第二個 你還需要一個變數 串接函數 所以我在4圍列上面 再加一個變數 叫做s好了 這個名稱自己取 那這個s的話 就是我希望把第一回 放在s裡面 第二回也放在s裡面 總共就是串在一起的意思 怎麼串 其實底下的話 你再打一個tab 下一階 這個地方的話 s等於s自己本身 再去串什麼 串這個東西 因為抓下來的東西 是在html.tst裡面 所以你再打一個test 那它就會幫你把抓下來的東西 跟s串在一起 然後再存在s裡面 ok 這樣子 就第一回串在裡面 所以第一回就放s 第二回再串在s的後面 所以喔 有沒有 它是放在它的後面 串完之後再放回去 特別注意啦 這個等號是說 把後面的動作執行完之後 再丟到前面的意思 所以這個等號不是運算的意思 是把後面運算的結果存在前面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有沒有到120回 全部都串在一起 那最後呢 我怎麼把它寫出去 很簡單 寫出去的話 請你把right這個地方 把原來的這個 改成s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全部串在一起的東西 就通通放在s 然後把紅龍夢一一改成什麼 紅龍夢 全部叫or 好 這樣的話 程式 就 改完了 ok 那當然喔 可能滿多細節的 我怕同學一下 記不太起來了 所以雲端上有 剛剛我打的一模一樣的程式 在這邊 應該在這裡 在這裡 而且喔 我有幫各位把那個 我改的地方 用黃色的地方 把它特別標註一下 這是我剛剛講的地方 如果你假設 你一下記不起來 回去再看一下 看一下重點吧 或者看一下影片 我把它錄下來 其實說真的 當然如果你完全沒學過的同學 會覺得 喔 倒抽一口氣 這怎麼學的會 但是其實說真的 仔細啦 你再回去看看 其實也沒這麼困難吧 會很難嗎 很難嗎 但理論上 因為這個我自己學的 所以我應該知道說 到底哪邊是重點 好 所以算完之後 最後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那理論上 跑完之後 應該會有一個檔案在這邊 叫 紅樓夢O.tst 然後呢 我執行給各位看 如果有錯誤的話 它底下會跳出錯誤 會告訴你哪裡錯 但是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一直轉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一直轉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它轉 大概 一百二十次 那就表示說 全部 沒有 15秒就完成了 然後呢 你會發現這邊 它應該會有個 紅樓夢O.tst 可是它沒出現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有個重新整理 有沒有 你按一下重新整理 它就出現了 有沒有看到 因為有時候它不會自己更新 你要替它更新一下 這點可能要注意 因為常常有同學 跑完之後 老師為什麼沒有出來 OK 其實有了 只是因為你要按一下這個 重新整理 這個時候就出現了 那出現之後的話 請你再把這個檔下載下來 然後把它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文字語裡面 讓它跑跑看 其實我有試過 我有試過 就是1到81 然後呢 後面前 這1到81 其實就是1到80回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從81回到120回 後來其實我把它做完之後 丟到那個文字語裡面 讓它跑跑看 後來我發現 得到的結果是長得像這樣 也就是說 前80回的文字語 跟後80回的文字語 其實有些地方是一樣 像賈寶 寶玉絕對是沒問題 因為寶玉是主角 所以最大 那可是其他的 好像就會有一些落差 所以其實從不同的圖 得到的結果 但其實就是量化而已 只是我們要去實做這個東西的話 請各位就是多多練習一下 所以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請各位 第一個 幫我完成什麼 完成論語好了 把它下載 第二個的話就是 《紅螺夢》 OK 《紅螺夢》 上面有 第三個請你再找一個 找一個你喜歡的經典 反正最後繳交的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文字語最後這個圖就可以了 你給我圖就好了 其他不用給 你就把這個圖傳到作業區 就完成練習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程式其實我剛剛打的全部程式 雲端、白板上面都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比較沒有把握的同學 沒關係 你可以先用我雲端、白板上面的程式 然後再試的改改看 改的地方我剛剛有講到一些重點 也就是說如果你會改的話 你也會寫爬蟲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其他科系的同學 跟你聊到Python爬蟲的時候 你也可以跟他講說 我也會寫爬蟲 而且我們也常常爬很多東西 而且我們爬的資料還很多 我爬一百多萬個吃下來 在15秒鐘的時間 而且甚至你可以秀給他看 你看文志雲 你看這是我做的 當然其實也應該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實際上我們程式 應該不多 像剛剛的那個程式 基本上大概我們本來是八行 所以其實等於是加了幾行 大概再加了一行、兩行 加了三行程式而已 OK 等於是加了三行程式 就可以把120回的東西 全部都抓下來 這其實倒也不是很複雜的 只是細節部分我想各位再看一下 好 好